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標股及先鋒 我是Stories 我是周翔老師 經過了一個星期的假日之後 老師你覺得今天週夜台股 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想今天台股在這裡算蠻穩的 對 該量大的就衝來衝去 有 不要去追高 你買低低的你有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個衝來衝去 就是華新光跟威盛 華新光拉到150幾塊 收盤又收下來 沒關係明天開低我們就買 當沖一下 其實我們還是賺錢的 威盛也是一樣沖到140幾塊又下來 今天IP股不太跌了 是啊 沒有量 沒有量你們要賣就賣 賣光以後它就漲了 對不對 這再來就公布營收了 在這裡今天台積電又拉尾盤 台積電的供應鏈就很強 今天有一些這個 矽光值的股票很扯 就像華新光拉到150幾塊 收盤又收140塊左右 是 但是你如果去追高差10塊 今天更扯的是哪一支聯軍 對 盤中拉到漲停板 那收盤給你收下來 所以同學不要去追股票 低買衝衝樂多爽 訂閱按讚分享 趕快訂閱按讚分享 來 趕快趕快小編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看一下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小漲啊 對小漲126點 126點漲的不算多啦 233年的台積電是不是 我跟你講1000塊 尾盤稍微拉一下 有 扭一下 扭一下 那今天的艾普在這裡來說 還是裡面最強的 他今天來到297塊 對 297剛好就是297.5 297.5 有沒有過上個禮拜的高點 有 有過了過了 今天沒有亮 老師沒有亮誰去拉的 又不是我們去拉的對不對 我們就抱著就好了 好 搞不好一公布已經收 啪一下就300多塊 今天收多少 293 293 293 今天開牌價就293 對 瞧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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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瞧 在這裡來看一下 四星還是比較弱一點 是的 但是他大概就在這裡 現在就等這個過過這個 他也沒亮 是啊 今天3443 創意也沒亮啊 但是創意兩天都沒跌了 對 看一下對不對 出穩了 你看今天艾普 艾普艾普今天還蠻不錯的 這個缺口一定會補的啦 好 今天的智源呢 也還好啦 對不對 智源要趕上艾普 還是比艾普弱 幾年幾月我不知道 智源我也希望他漲停板 是 為什麼 因為智源漲停板 艾普就漲兩次停板了 對 那我們今天買進那個 萊捷 哦 老師 老師胖一下拉到快漲停 我們開盤就買了 是 開盤118 118 118就買了 嗯 老師 快漲停快漲停 沒有啊 要當衝又衝下來 沒關係 明天開高手搞漲停板 好 我告訴你這個底部 這裡多少220 222 哎 萊捷那個艾普入股 是140 結果140漲到222 艾普跌他就跟著跌 但是底部已經一個一個一個 W底 對不對 明天搞不好 今天如果收盤是119.5 120 120 明天就 如果明天過了125塊 眼睛閉著就追了 好 眼睛閉著就追 他是做什麼 電源管理IC 嗯 老師是不是講6415 有 有沒有跟你講 嗯 我要300塊 400塊以下買輸的賺我的 有 是不是來到450了 對 已經一成了嘛 嗯 對不對 啊 老師我都沒做到 沒做到 沒做到 你就看我的 我跟你講都很清楚 今天最扯的是這一支 這一支漲停板還不扯 這個恢復正常交易 今天最扯的是這一支 聯軍 拉到漲停板收盤停板 其實這一支也蠻扯的 對 都很扯 都很扯 嗯 收盤還收 告訴你 今天開盤價 141.5 對 所以今天去追的 但是他有沒有創新高 有 他創新高了 對 這個 這個當中很大啦 這個不要去追好不好 好 2388也一樣 對不對 他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 他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創新高 今天有利多嘛 是的 利多量不太夠嘛 嗯 我認為啦150 明天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過啦 好 明天漲停板也沒有150 不過 低買高賣啦 如果明天有低 加概就買就對了 搞不好 會賺 盤中就拉上來就賺 就低買高賣 所以操作股票 一點都不用擔心 好的 我們今天 我們最近操作就是 一檔一檔做 嗯 我們不會去羨慕人家 對不對 萬一羨慕人家 譬如說你去買到3450 啊 那完蛋了 那今天就不太高興了 對 對不對 但是你買 這個6799 還算不錯啦 嗯 最後一盤很奇怪 這裡明明拉到113了 對 1213 最後一盤 最後一盤 這個當中 216 對 沒關係啦 上影線就是讓你過的嘛 嗯 明天搞不好就漲停板 好啊 看一下今天誰在買 誰在賣 OK有問題 趕快要問 來 老師很多同學都在問說 你的籌碼分析 什麼時候要寫預創呢 大家想要知道他未來會怎麼樣 我開始要寫了 好 因為已經打底了 打底就要開始寫了 因為口前超完很久了 就打底就要開始寫了 好 不會跌了我就開始寫了 好 好 不會跌就開始寫了 好 還有沒有 來 接下來有同學問6271的同心電 買在160 160 160還好 嗯 欸 他這個底部出來 有 160大概150 150會來 好 160是稍微高了一點 對 160稍微 欸今天有很多IC設計都漲停板 是 3588有沒有漲停 都衝高嘛 對 今天2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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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全店漲停板 哇 3141 金虹漲停板 也是 這都是IC設計 對 IC設計差不多了 OK 這支是怎樣 也是底部上來了 是 我們沒有了 我們前面買過 賺錢出了 好 2436 也買過了 也賺錢出了 你看 欸 現在IC設計好像開始要動了 對 他們最近很紅 現在差這樣 欸 這個低點沒有破這個低點 是 就跟6531一樣 這個低點沒有破這個低點 沒有 明天會不會開始拉 拉上去漲停板 要有量 其實 今天意思已經到了 有 因為上個禮拜五 外資連續買兩天 嗯 今天還會不會買 今天外資應該還是站在買方 好 但是 重點是明天會不會漲停板 好不好 我們拭目以待 沒問題 好 有同學問說2313的滑通 現在可不可以買呢 滑通我對他比較沒有興趣 嗯 不過差不多底部了 好 滑通我對他比較沒有興趣 因為滑通比較牛 股本比較大 對 比較牛 好 那我們買這個 像譬如說比較會標的6799 你注意一下 明天開盤價就買 好的 明天開盤價應該最少應該是開1122 為什麼開1122 因為1122就是要過這個 過那個線 對 那目標價先看150 好 目標價先看150 我們買股票都有目標價的 好 再來 好下一個是3483的勵志買在220 220 有點高欸 欸差不多了 這個低點沒有破這個低點 對 不過220 220你買在這裡 對啊 有點高 嗯 有點高 好 啊 應該170 180會過 好 下一個是6282的康叔 買在44 44 對 啊 低點沒有破低 沒有 44在這裡 是的 前波高 對 前波高 差不多啦 也底部了啦 嗯 最少反彈到36 最少 好 下一個是3588的通家買在141 欸通家開始動了 對 141買高了一點 通家140 應該是很久之前買的 通家我們買過 嗯 還賺錢出的 喔 真的真的高了一點 對啊 120 通家120這裡 100左右會有點壓力 好不好 好 下一個是4919的新唐 買在129 新唐好像這一波喔 殺的跟豬頭一樣 對啊 它越來越低的感覺 嗯 低點沒有再破低了 新唐我們沒有做 我們前面有做過 都已經賣掉 聽說高偉老師有買新唐 那我不知道他出了沒有 嗯 因為他買在130左右 是 像這個好 你看這麼大的一個缺口 那很難補欸 就不好 對 我們買股票 不要買一個很大的缺口 像譬如說 欸 我 我的 我不能給你建議買股票啦 好 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 賺錢你又不來參加 是的 那裴借你會罵我 所以我 我下不建議你 但是啊 新唐應該 他不是爛公司啦 應該回到100塊是合理的 好 嗯 下一個是6472的寶瑞 買在900 900高了一點 寶瑞有很多人吵啊 有 就吵到900多啊 是的 900多以後就 扭扭扭扭 還好啦 他這一家公司 不是什麼大問題啦 所以還好啦 好 900 900以上出啦 是 800 8到920之間就把它出掉 好 下一個是6139的雅翔 買在310 6139 有一點WD的味道了 有的 但是同學為什麼都會買在這種位置 都沒有同學說 譬如說我們買在這個位置 對 然後老師我可不可以續報 對不對 我會買在這個位置 欸 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 其實差不多 很接近 差不多 如果說你買在這個位置 你不是買在這個位置 老師我買在這個位置 這裡出掉了 我這裡又買回來 那 那老師就要稱讚你了 你比老師還厲害 你比老師還厲害 所以到這裡操作股票 不要著急 好不好 著急吃不了飯 好 著急吃不了粥 好 大概操作就是這樣 好 下一個是2327的國具 買在785 國具是還好啦 不過785是高了 高了 對 700 最高要到785 最高只有685 他應該是打錯了 他給我785 最高685 785有啦 好幾年前 還是他從好幾年前爆到現在 好幾年前你買785 他又除息又減肢 所以基本上來說 應該沒怎麼賠錢了 那 切記啊 股票啊 你大概是底部的時候買會比較漂亮 你看這急漲 打下來 再急漲 再打下來 你看這個是台積電跌停 大家都跌停嘛 沒有話講 沒錯 所以就買在這個相對的低會比較安全 700塊應該會過 好 700塊應該會過 好沒問題 下一個是下615的安可 買在26我還能不能報復呢 26可以啊 好 但是我跟你講 嗯 像你買在這裡不聰明嘛 對 買在這裡不聰明嘛 對 買在這裡聰明嘛 聰明 買在這裡聰明嘛 聰明 你看一個WD 萬一明天再衝36以上 擴清高你就先賣一半 好 所以你手上沒有的明天就不要再買了 老師他會天天漲停 怎麼可能天天漲停 基本 基本是這樣 安可 最近做面板的 像安可銀帽 那個都是做面板的 最近好像比較標 是 但是老師沒有做那種股票 老師了解這種股票 銀帽安可 最近比較標 而且你注意到他突然價錢很低 量很夠 2萬多張 就像6799 對不對 量開始出來了 1000多張變3000多張 對不對 這種股票一標起來 搞不好就200多塊了 注意一下 不要去追 這裡有一個跳空缺口 對 這裡也有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是不是補這個 跳空缺口 有了 所以下面是一個WD 這叫導狀反轉 那明天再出量的話 大概就漲停了 OK 好 下一個是8906的花王 買在59 老師這個花王是我們那個洗髮精嗎 對 哦 他今天跌停欸 買在59 你們都喜歡買在高點 對 花王 欸 這個 他也算 有一點算防疫概念 嗯 你看他從20塊 漲到60塊 是不是漲三倍 是的 漲三倍你要去買了 不要了 對不要了 但是今天跌停對不對 他回到這個平台 大概在30 今天跌停 明天應該不至於再跌停 今天為什麼會跌停我也不知道 是 因為這支股票我們沒有做 但是問題今天跌停有打開 比較好一點 好 老師會注意一下 老師會注意一下 好 沒問題 下一個是4113的連算 買在52 怎麼也跌停 對 哇 這次也很慘欸 哇 在破線欸 對 上下跳空 連上 好像還是防疫概念股 最近 最近有一陣子 防疫概念股 漲蠻多的 是 我跟你講 我們買股票 我們說實在 我們買股票 不敢說賺大錢 但是我們不要去坑殺 我們自己的會員 是的 像2388的威盛 我問你 他後面會不會莫名其妙跌停 不會 不會啊 他了不起會跌啊 但是不會莫名其妙跌停 對 跌停完了 突然之間就拉漲停 對不對 像4979 他會不會莫名其妙跌停 不會 不會嘛 對不對 整理整理 怕突然創新高嘛 量又夠大了 沒錯 這種股票就不會跌停 就算6531的艾普 他會不會突然跌停 不會 他也不會 老師你錯了 他這一天有跌停 對 那天台積電跌停 那天連台積電都跌停了 那怎麼辦 那也沒辦法啊 對不對 像3661他會不會突然跌停 也會啊 台積電跌停他也突然跌停 我跟你講3000塊要賣 不要看太好 有 但是 2200就不用賣了 明天搞不好做現股當中 好 因為他回到2280 今天收2300 明天開低就可以衝了 像譬如說3443 3443這兩天很強 是的 3443很好玩 每天試說就是跌停 對 不然就試說就漲停 我也搞不清楚在搞什麼 業內主力在做 需要這樣搞嗎 不是試說就跌停 試說就漲停 所以這種股票就等他慢慢動 他要辦法說 3035的資源也要辦法說 是 9月24號 快到了 今天是23 今天23 明天 明天 嗯 看到有沒有法說 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好 這個缺口會不會補 好 會不會到310 我希望他到310 這樣愛譜就會整 愛譜就到330 對 好 OK 大概是這樣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有 老師我再問最後一個好了 4950的木東買在7塊錢 可以續報嗎 7塊錢 是的 漲快一倍了 欸 漲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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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不錯 大概15塊以上就輸 好 7塊15塊一倍了 對啊 同學你比我厲害 同學會找標題 同學比我厲害 老師真的是太激入了 給囉 激入要給囉 給囉 你們小編聽得懂嗎 聽得懂 對 太激入了 那現在這樣 6799 同學自己注意一下 好的 今天盤中還急啦 欸這個是底部啦 嗯 你看這個 這個如果不是底部 什麼叫底部 對 它是不是回到這個起贈點 是的 92那邊 對 對不對 啊 在這裡150 就在這裡的時候是 這個是愛譜 愛譜持股10% 嗯 愛譜都買140幾塊了 是 我們買120塊怎麼會輸錢 不太可能會輸錢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祝各位操作順利愉快 中秋節過後 我們別的不敢講 就是要賺錢 好不好 好 同學 在這裡跟著我做 老師帶你機會帶你出 W1788 標股急前鋒 祝你做股票 滋滋 漲停板 謝謝 我們謝謝老師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的話 一定要趕快加入 老師的Taylor 標股急前鋒 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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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